假日一早 去公所前就有特别热闹 大都去了爱心妇女学会 趁着母亲姐前夕 邀请当地的新住民妇女 以及多位妈妈代表 举办庆祝活动 同时准备300朵康乃馨 分送给现场民众 希望民众回家之后 能向妈妈表达谢意 我们今天的活动 是庆祝多元化宣导 以及趣味竞赛 然后庆祝母亲姐 最主要的对象就是新移民 以及我们的比较长者的妈妈 然后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 然后我们邀请九位 然后象征让我们的母亲 可以让我们的这份爱 可以长长久久 我都叫国宝 她说什么外交都带来参加 人家就没老了 你看我们这国宝 八十八 但是看起来 好像六七十八 协会邀请当地九位阿嬷 代表接受表扬 由局长等人分别 送上花束还有蛋糕 肯定他们对于子女 教育友方 且乐于参加社区活动 而在这现场还安排 新著名妇女进行趣味竞赛 希望既有和小朋友的合作 增进彼此感情 也让他们能更融入台湾生活 游戏规则不能犯规 不能犯规 太守护者不能犯规 加油加油 这个趣味竞赛 另外讲我们其中一个呢 叫做摇汤池 然后沉水 然后我们就是让他们同心协力 然后去完成目标 协会表示 海线地区的新住民妇女 一年比一年还要多 因此在活动当中 也由政府单位提供一系列闯关游戏 希望将互动过程结合宣导 让每位外籍配偶 都能了解自身应有的权利 记者洪嘉宏 跟着说啦